本色套裝台語歌手朱海鈞在丈夫nono爆發醜聞後 被直擊29號晚間現身台中的上演 只是似乎想到最近的低潮情緒失控 朱海鈞難也驚動哭了當場轉身世淚 結束後還表示能多給點溫暖掌聲嗎 台下觀眾頻頻喊加油 而朱海鈞也哽咽的問大家 你們愛我嗎 據了解由台灣省不動產開發工會牽線 這場在台中的演出 大約一個月前就邀請朱海鈞 而朱海鈞在風頭至今 只透過經紀人回應像nono寫的那樣 發的第一張專輯 我就去他固定的那個節目去宣傳了 然後宣傳然後就是就上那麼一次 他就跟我流電話 曾透露與丈夫結緣過程 兩人在2003年結婚12月舉行婚宴 也經常在節目上分享婚姻生活 看似如影隨形 甚至朱海鈞曾抱怨醫師打針 找不到女兒的血管說很想踹對方引發爭議 再給我一次機會 然後能夠原諒我 既然我們話都說出來 我們說錯了就錯了 那我們要勇於的承認這是我們做錯的事情 夫妻倆當時出面道歉 而這回換作nono深陷輿論 朱海鈞也為多作回應 似乎想默默陪丈夫讀過難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